Hello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 非常感谢各位收看评头论足简单开合 话说真的是很久都没有开合了 因为一到期末的时候感觉特别的忙 其实真的是很难挤出时间去录制视频 因为平时很少在微博里面发布一些工作的状态 所以说大家可能感觉到我成年是非常闲的 就是在拼命模型录录视频 就这样而已 其实并不是那样 真的是挺忙的 那么大概是在2015年的12月末 有一个厂商联系到我 说想委托我去介绍一下他们的新产品 说是变形金刚的产品 我心想自从上次的结创公司的豪叫之后 再也没有去把玩过变形金刚 想想就心然接受了 竟然是一个头不是人头 就是这款异珠大帝的头像了 那么关于异珠大帝 在我脑海里面仅仅就是看过 变形金刚大电影里面出现过异珠大帝 其他的作品我看过的也并不是太多 既的是一个小行星是他的伪装形态 最后变成一个超大的机器人 不过最后被补贴是给破坏掉了 好像最后就剩下一个头在飘来飘去了 那么这款产品包装盒方面的尺寸确实不小 正正方方就摆在我们眼前了 也不太方便展示 那么我们就一个面一个面的来看 在正面主要采取的就是我们这款产品 宇宙大帝头部的一个照片特写了 整体的细节看上去还不错 表面上可以看到这种非常强的反光 再加上我们这款产品的眼部 放出这种紫色的光芒 看上去也是不怒而为 在左上角可以看到我们这款产品的出品厂商 Boss Legend 这个厂商对于我而言还是比较陌生的 那么在下方可以看到我们这款 宇宙大帝的英文名称 Cosmos Nominator 这里仅仅是采取了它执意的名字 宇宙的统治者 并没有采取它本身的名字 Unicron 在底端可以看到这种类似于文字的符号 相信就是变形金刚的文字了 感觉看上去怎么就像是英文和日文的混合体 在盒子侧面可以看到部分的这款产品的特写 但是并没有任何的文字信息 盒子背面的右下角可以看到提示 这里面需要使用三枚扭扣电池 来进行LED灯的供电 型号则是LR44 在左下角则是这种大量的英文的注意使用事项 感觉也没什么用 所以说也没细看 背面的最底端可以看到 大大的Made in China的标识了 不过关于这款产品的出品商的信息 则是完全没有提供 包括这款产品的网址 或者是电话 或者是地址 都是没有提供的 那么打开外包装之后 可以看到那里面是采取的这种泡沫的包装形式 满满的成品篮具的味道 在中间的部分则是采取这种比较简单的胶带来进行粘贴的 其实这里面我已经是开过盒的了 但是这个包装带也是因为它贴歪了 所以说我当时给大家看了一下 打开泡沫包装之后 可以看到我们宇宙大帝的头颅就躺在这款产品的包装内了 其实任何的配件 包括这款产品的说明书 刚才说过了 是没有提供的 仅仅是这款产品的一个玩具主体了 那么拿出我们这款产品的头部之后 你可以看得出来 这款产品头部的尺寸也确实不小 基本上等同于一个小孩头部的大小 其实这款产品要是放在家里的时候 其实乍一看上去还是蛮吓人的 毕竟表情还是真挺猙獰的 满嘴的这种力 如果说把它LED灯点亮的话 晚上你去上个厕所 估计还没等到厕所就吓得尿出来了 那么拿出产品之后 我们先来好好的端详一下 其实这款产品通过远处来看 造型我感觉还是比较漂亮的 但是我个人来讲 其实并没有看过太多的动画片 其实只看过以前的小的时候 童年的G1 还有大电影了 在我印象里面 宇宙大帝的头并不是这种销售的感觉 而是感觉有点白白的 有点胖胖的 有点圆圆的那种感觉 那么这款产品的头部 其实和那个相比 还是有一定差距的 也可能这款产品的头部 是我不知道的作品里面 登场过的造型 那么抛开其他不提 这款产品的面相 我个人来讲 还是比我印象里面的 好看上一些的 毕竟不是资深玩家 但是单论美性程度来讲 这点看起来 我是比较满意的 那么这款产品 拉近看起来的时候 就想挑点毛病 真的是想挑点毛病 首先在涂装方面 明显就是和封面 并不太一致 并没有说像封面的那种 比较强的光油的反光效果 同时也没有太强的金属质感 特别是在黄色头盔这部分 地眼看上去 速度感真的是比较强 而另外这款产品 在头盔部分的 很多细节刻画 我感觉好像完成度 并不是特别高 其实可以再深入刻画 但是仿佛这款产品 就没有那么去做 当然我这里面 可能是因为拿到的产品 也算得上是一个 没有量产的版本 因此可能在上市之后 这款产品 在很多细节方面 应该会有部分的改良 这款产品拿在手里面之后 感觉其实重量 虽然尺寸不小 但重量并不太沉 另外通过初步操作 可以感觉到 这款产品 在脖子连接头颅的部分 是具备着一定的可动性的 可以提供向上和向下的 一定的摆动幅度 而另外可以实现 360度的头颅的转动 在转动的时候 感觉手感还算比较好 并没有说 因为采取全部的塑料 会感觉比较生涩 这里面也没有说 采取什么比较高端的齿轮关节 之类的东西 转动还是非常灵活的 在口部也为我们提供了 一个开合的可动关节 在头部的黄色头盔的涂装 和封面刚才也说过了 还是存在一定的区别 看起来塑料感比较强 而且这种磨砂的质感 并没有说 把变形金刚那种金属的感觉 体现得非常好 但是隐约可以看到 里面还是有点金属漆的 这种漆掉了 亮晶晶的成分的 单论颜色 还是比较还原动画里面的 宇宙大帝的那种长色 在黄色头盔部分 可以看到 为了强调这款产品的细节方面 采取了非常多的刻线 同时在刻线部分 也是采取了一种 这种黑色的渗线 但是这个刻线相比来讲 看起来是有点粗的 同时这个渗线的墨迹 也并不是非常的均匀 而另外采取这种 非常黑的这种深色来渗线 看起来还是感觉有点突兀了 显得有点乱 在黄色的底座部分 可以看到 同样采取了非常多的刻线 而且这个刻线也是经过渗线的 但是这个部分的渗线 明显是没有黄色脚上的那些感觉细致 墨迹有的地方粗有的地方细 而且可以看到部分涂抹过的痕迹 然后我们再来回到这款产品的双脚上来 那么这个脚上可以看到 有很多类似金属毛钉或者散热片 这样的结构里面 都采取了这种银色的涂装 在脚部的缝隙里面 明显是采取了两种不同颜色的银色涂装 在银色这一部分 发色的亮度感觉还算不错 银色的表现来看还算是比较理想的 头顶中间可以看到 在铅额部分 镶下了一个非常大的 算是宝石还是什么样 其他的一个结构 这里面的感觉是这种淡淡的红色 感觉并不是非常的厚重 看起来有点塑料感比较强了 反而会带给我们一种比较廉价的感觉 这款产品在头盔部分的下段 可以看到采取了这种成型色 加上金属漆的喷涂 那么整体蓝色的发色效果 要比黄色的要感觉好上很多 在表面上可以看到 类似珠光漆的效果 但是在头盔这个下段 有很多的比如说线蓝 或者是这种金属的原件 上面并没有采取 更加细致的银色涂装 或者其他的点缀 整体来讲 在头盔蓝色这个部分 在细节方面的涂装 有点略显不足 然后我们来回到这款产品正面上 来看看这款产品的面向 那么这款产品的面向 在一开始的时候 我就说过了 我个人来讲还是比较满意的 虽然说和我印象里面的 那个宇宙大帝的造型 有点不同 有点显得消瘦了 但是在细节方面 是比我脑海里面 那个动画片的宇宙大帝的造型 要丰富上许多了 而且采取了非常多的 棱角分明的造型 在配合上这种 发色比较好的银色涂装 让这个脸看起来 感觉还是不错的 整个表情采取了一个 非常愤怒的样式 眉头金属 而且表情看起来 是非常的猙獰的 在正面 为了涂出我们这款产品 眉毛的一个特征 在前额部分 采取了相对来说 比较深的这种黑色涂装 可以把我们这款产品的 眉毛体现的是 非常的明显了 同时一个皱眉的表情 可以看到在眉毛中间 采取了非常丰富的细节刻画 但是因为采取了 相对来说比较厚的漆面 所以说漆面堆堆的现象 这里面是体现的比较明显了 在眼部因为照顾到 我们这款产品的发光机构 因此在眼部 选取了一个相对来说 比较薄的透明分件 在暗下去的时候 可以明显感觉到 这个透明分件是比较软的 而另外这个透明件的尺寸 仿佛并不太匹配 我们这款产品的眼眶 在下端可以看到 一个非常小的缝隙 在鼻翼的部分 可以看到一点明显的 漆面的气泡 然后这款产品 在上嘴唇的胡子部分 可以看到 是完全贴合到 我们这款产品的脸上去的 在连接的部分 可以看到明显 用胶粘过的痕迹 这里面的处理方式 看起来感觉是有点粗糙的 并没有处理好 然后在嘴唇部分 为了突出上嘴唇和下嘴唇的 结构感 在四周采取了 非常多黑色的这种涂装 但是可能在嘴唇周围的 结构感并不太明显 因此黑色的涂装 用我的话讲 就是有点理出外进 有的地方没有涂到 有的地方有点涂多了 看起来这个地方 也是有点处理不当 那么这款产品 在下个部分 为我们提供了一段 可以活动的区域 实现我们这款产品 嘴部的开合 那么张开嘴之后 可以看到我们这块 以珠大地的牙 如果说这款产品 在口腔内部 真的采取金属结构来做的话 我相信当一个核桃夹子 肯定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在颈部采取了这种 多重环状的结构 来进行的刻画 这里面仅仅是在颈部的上段 为我们提供了一段 可动区域 那么在我们这款 头像的底部 粘贴着这种毛茸的放花垫 而且的放花效果也不错 也不用担心这款产品 会划上桌子表面之类的东西 这里面也是比较平整的 但是因为家里面 比较脏 放置一段时间之后 你可以看到下面粘的很多灰尘 大家就无视掉这里 那么这款产品 对于它的特色来讲 应该算得上 是它颜部的一个LD发光功能 那么这款产品的电池盒 是放置到我们这款 头盔的内侧的 说实话 这个地方真的是 非常的别手 想把这款产品的电池盖打开 说实话都要借用一些工具 否则的话 单屏手指 想打开电池盖 我个人感觉 其实是很难做到的 不信你可以试一试 那么这款产品 在为我们头部提供供电的 是需要使用 这种LR44型号的 钮口电池 但是这款产品 却并没有为我们提供 那么为了让这款产品的 头部发光 特意在网上 买了一连这种钮口电池 那么这个钮口电池的尺寸 和高达的头上 那个灯的尺寸 也是不一样的 感觉钮口电池 在使用起来 确实不太方便 然后让我们把这三枚钮口电池 放置到我们这款产品的 头盔内部 放置的时候 你会发现 这个过程 感觉是要比登天还难 因为本身这个地方 就非常狭角 而手指基本伸不进去 而且里面要放置三枚 而且电池槽里面 还有一个弹簧 如果玩家感觉实在是不方便 不妨来试着 把头来进行一个反转 这样的话 一连有的缺口 正好会对着我们这款产品 头盔的电池盖 相对来说 缝隙稍微大一点 但其实也并不明显 最后在经过反复尝试之后 我终于以失败告终了 因为电池实在是太难装了 但是非常幸运的就是 这款产品的电池盒 内部的弹簧 好在尺寸够大 这样的话 即便安装两枚电池 也能为我们这款产品的LED灯 提供供电 那么点亮LED灯之后 让我们来看一看 这款产品的眼部 那么这个眼部的颜色发光 好像和封面是不太一样的 我记得封面是那种淡紫色的 毕竟我们这款 宜珠达的表情 本身就是非常愤怒和猙獰 使用这个红色 我感觉真的是比较恰当 然后我们来观察一下 我们这款产品的眼球的内部 其实这个眼球内部的结构 我个人来讲也是比较满意的 可以看得出来 整个眼部瞳孔的感觉 是非常的明显的 然后再配合上LED灯的照亮 感觉这个眼部的机械气息 也是比较浓的 就像是一款汽车的大灯一样 这款产品在关掉外部光源之后 其实你会感觉到 这个眼部的亮度 还是非常的可观的 所以说在晚上的时候 不要彻夜的把这个眼睛点亮 要不然的话 晚上上厕所的时候 真的会尿裤子吓一跳的 那么好了 我们今天介绍的这款 宇宙大地 到这里面就介绍的差不多了 说是开合 其实就是一个简要的介绍了 那么这款产品 给我的第一印象 说实话还是不错的 因为这个造型 总体来讲 这种愤怒的宇宙大地 我是比较喜欢的 虽然说整体效果 和封面上 还是存在一定差距 但这个差距 也算得上 是在我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 但是其实我个人感觉 这款产品 在涂装方面 还是有很大的提升空间的 首先这款产品 在黄色的部分 感觉这个颜色的酥落感 是比较强的 而其次 虽然说上面采取了 非常多的刻线 但这个刻线的渗线的颜色 说实话也是有点深了 那采取一个稍微 浅长一点的颜色 来进行渗线的话 我相信效果 应该会更加好上一点 然后在户须部分的 涂装理出外进的问题 希望在日后 厂尝出品产品的时候 再稍微认真一点做 毕竟这个地方 是可以避免的 那么当前这款产品 才刚刚发布 甚至是连零售都没有开始 因此这款产品的定价 到现在依然是个未知数 那么既然没有定价 那么当前这款产品的 新产品 依然是没有办法 去下定论 那么关于这个新厂 或者是这款新产品 日后的销量如何 其实我感觉 最重要的方面有两个 第一个方面 就是这款产品 日后是不是能够 把这些涂装的细小问题 来进行解决 或者是这款产品 在做工方面 有一定的提升 那么第二点 就是厂商方面 务必要对自己的产品 有一个比较理性 而且合理的定价了 毕竟当前 这个玩具市场 竞争也是比较激烈 怎样能够从 比较混乱的局势中 退而出 那么第一款产品 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那么好了 我们今天这一期的 评论论组简单开合 到这里面就基本结束了 希望对于大家 日后选购 我们这款 移住大地的头像 能够起到 一定的参考帮助作用 那么好的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